放下影视明星色彩回到鹿野乡经营放山机的拖鞋牧场 它经营的有声有色 目前成为了台东地区的观光场所 不过受到这一波禽流感疫情影响 拖鞋它说整个损失是很惨重的 在去年520后大陆观光客的人数明显的减少 国内旅游团可以说是鹿野乡拖鞋牧场的主要客源 而这些观光客除了牧民来牧场看看 明星脱线外来到牧场还品尝道地的放山鸡美食 最后再带些民产回去 可以说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样这就没人买得很厉害 这现在买得很厉害 我们要在冰箱 以前抬的 冰箱的 买一盆吃 没法赌到 没法赌到 还买得这么多人 每个年纪会去 烦恼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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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随着情流感疫情的扩大 中央政府祭出了近载禁运政策后 情类相关业者可以说是损失相当大 脱线就说疫情爆发后 吃的人少了 买的人更少 来的观光客就在牧场看一看离开 他有这么多的员工药养 只有产字可以形容 现在也没人家买 也没人家买 对啊 在建设这种情流感 还没人家买 所以应用再大就对 对啊 好 虽然近载禁运政策影响到了相关业者 但是为了防疫的工作 也只有请业者们共提时间了 记者金鸿毅 陆野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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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